嘿,我是阿图,一个从小内向,但是现在很享受讲台的澳洲中文教师 不管你是教师还是其他产要提高自己领导才能的小伙伴 总能跟着一些不曾关注的知识点 视频的文字版被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坚持看完今天的视频,解锁今日份的成长吧 无论在职场还是在一个社群里的,还是在一个家庭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除了家门,从父母的儿女变成了路人 开车的变为司机,乘坐公共交通的变成乘客 进入学校变成深深,进入许公司变成上司下属 在你户籍所在地你是当地人,出了国我们又变成了外国人 作为以社群为单位生存的千年的种群 仍然有很多人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境下 都只处于单一的角色里 有些人是DNA给错了剧本,他们生来就缺乏社交能力 有些人则是选择新的选择自己满意的剧本 或以强凌弱或成为巨婴 只有理解资深和他人角色的一同 才可以在分杂的社会里生存 深度理解各种角色的区别 并能随时切换角色的人 才有成为领导者的潜责 站在讲台的教师,站在管理层的上司 除了要代言上级的角色 也要时常站在下属或者学生的角度实施自己 自己给的指示表达清楚了吗? 每个任务预期完成时间合理吗? 如果出现突发情况,要怎么办? 如何维持相对公平又不法竞争的环境 除了分配指定工作 我能不能传达出分配这个工作的目的 以及每个角色在团队中的作用 除了代理团队 如何让整个团队在持续学习和进步中成长 如何提拔优秀人才帮我分担任务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每个学生或者下属 在团队里的角色 以及合理保持他们与教师或者上司的空间距离 我们可以先从课桌排放和工位排列入手 管理课堂或者团队 接下来我会着重介绍教室里的桌椅摆放和课堂管理的关系 教室以外职业的各位可以做参考 并且调整为适合自己的管理方案 开心麻花穿碗小平摘位置 真实反映了很多中小学的现状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学生家长抢占第一排中间位置的这个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传统教学环境下教室的桌椅摆放大概长这样 这种桌椅摆放的好处是 所有学生面对着老师 边听课边写字和同伴一起学习 方便两人或四人找出讨论问题 所以这儿来的也有很多其他问题 第一排学生更直接地面对老师 听课更专注 其他学生会看到前面学生在做什么 会分散注意力 两边或者后排的同学 可能因为反光或者视力问题 看不清黑板 有些学生会格外依赖同伴 必须跟同伴讨论过问题 才能完成任务 经常忘带文具跟同伴借用 如果在海外教书这样的桌椅摆放 很有可能增加了学生造次的机会 学生们各方面跟同伴聊天打闹 原本想听课的学生极有可能被影响 除非是需要详细讨论 否则桌椅摆放可以变成这样 独立的桌椅摆放更适合 Lectar style lessons 学生们更专注于individual work 同时也方便老师work around 听老师们要注意 上课的时候不要只站在讲台背后 也要适量地在教师的其他空间躲步 如果某学生正在开小差 比起教他名字引起全班的注意 更建议老师慢慢靠近学生 轻轻敲打他的书桌 或者一边走向他一边盯着他 直到学生发现你的脾气 开班会的时候很多班级会把桌椅摆成U字形 这种形式适合上课吗 高中或者生日大理老师们可以相对均衡地关注每一个学生 而且有利于学生提问和班级讨论 但是在年纪稍微小一点或者机历非常差的班级 这样的设计很有可能让学生彻底失控 不想要学习但是又想要引人注意的学生 甚至会到教室的中间唱歌跳舞 如果这样的设计也很适合人数很少的班级 原班讨论和单独辅导学生都很方便 类似于U型设计的还有这两类 大U包裹小U大U里再加几张桌子 这些设计更常出现在大学Tutorial 每个人的学习方式不同 喜欢Educate Work和喜欢Group Work的学生 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也很适合中文程度差别大的学生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介绍过 中文零基础和中文为母语的学生 很有可能出现在同一个班里 这两种桌衣摆画K Group不同程度的学生 方便老师的教学和管理 参看谁在学习中国话的视频 幼儿园到高中的教学里 我都试过会议式的桌衣摆放方案 展示手工绘画教学等教学活动的时候 都很适合这种设计 我在视频教学活动闪卡的视频 介绍过其中一种复习的方法 就是把桌衣摆成这个样子 左右各一组进行小组竞赛 教汉字的时候也可以每个组一块小白白 老师说一个汉字 小组每个成员写一个笔画 分小组并时常做小组竞赛 很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也可以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 如果可以每节课 或者每天及时给予小组竞赛的反馈 学生们很有可能以每天可见的速度进步 我每节课结束前五分钟 都会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总结 每个组织节课的任务完成度和质量如何 如果某个学生表现尤为突出或者影响了整个组 也会提出来并且鼓励或者给出解决方案 学生们也可以把揮自己和小组其他成员的表现 把在一起想办法提高合作效率和质量 个人影响集体 集体中的每个人又相互联系相互帮助 这种个人意识集体意识 义务与责任感的培养 很难在课罗尼或者某一堂课里讲清楚 但是可以把这些内容分配到每一节课 让每个学生都切身的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和集体的力量 我并不赞成优点生和优点生以及学习 差生和差生做朋友的观念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 经济学上把这种现象分为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或者绝对优势 又有其他人来发挥他们的优势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这才是合作的目的 最后一种捉衣摆放的方式是澳洲幼儿园和小学常用的一种方法 平时学生们坐在白板前的地上 教师们坐在椅子上找书 大多老师允许学生随意找地方坐 上课过程中也可以随意换位子 对于新老师来说这样的安排很难管理 学生们不断的走来走去 叫头接耳 躺着或趴着 我目前常用的方法是即使学生们坐在地上 也要排成四排 每一排为一个组 每天课快结束的时候 以小组为单位做总结 回到桌椅 写作业或者做其他任务的时候 依然按照小组做好 便方便管理 学生们也一直处于自我约束 和提醒其他小组成员注意品集中的状态 有一些学生会抱怨自己一直坐在后排 或者总是坐在两边 每年的开始之前 我会让第一排的学生站起来 走到最后一排 每两周一二组和三四组召唤位置 每个学期重新安排小组成员的名单 学生们有机会和不同的小组成员合作 也有机会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 他们也逐渐理解坐在不同位置的感受 更加珍惜某个喜欢的位置 也不断尝试跟不同性格的同学交流 作为教师或者管理层 除了要保持自身的专业读和工作能力 也要协调小群体内 不同小群体之间的关系 多做一些备用计划 带领团队一起去试错 调整计划继续试错 而不是自己保护式的包揽所有的工作 领导的工作能力再厉害 在有限的时间和经历下 也很难超越集体的智慧 总结成近几年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跟外地老师阿图频道一起 实现个人成长吧 这期视频里出现的教师布置平面图 都可以在这个网站设计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